我建議各位將來一定要去做那個縮排的動作 縮排這個地方就是一個按TAB鍵 另外你寫完任何東西 上面最好先加一個單引號開頭 後面的東西就表示是註解 那所謂的註解就是不會被執勤 但是是可以讓你自己看得懂到底底下是寫什麼東西 這些都還蠻重要的 那因為我寫的比較簡略 我比較建議各位 如果說你們自己寫的話可以寫詳細一點 因為這個註解的話通常是寫給你自己看的 也就是說你過一段時間之後 你不知道這個到底在寫什麼 那你可以透過註解可以喚醒你一些記憶 OK 然後其他的話大概結構 如果清楚的話很快就可以把結果做出來了 但是如果今天呢 我不希望說只有這樣子而已 我希望做一個年曆 這個年曆的功能 不過它比較複雜一些些 它裡面主要的用途大概就幾個 因為這個程式比較複雜 所以提供給各位參考 它第一個按下它之後 它會跳出 欸 請問你要產生的年曆是哪一年 欸 跳出來了 比如說2017好了 假設2017年的 那接下來呢 其實做什麼事 當你輸入之後有沒有 它會幫你組一個斜線1 斜線1 並且格式化成日期 放在哪裡呢 放在那個1月份的1月份的那個第1個 1月份的第1個儲存格 那這個邏輯喔 後面的話呢 基本上跑的都一樣 就是說呢 我們先產生1月1號第1天 然後再產生每個月的第1天 那每個月第1天跑完之後的話 再把底下的所有日期全部跑完 那它往下跑的1 所以這個地方是往下跑 如果2月呢 碰到下面 如果它的那個月份不是2月份的話 就會跳離了 就不會往下走了 然後最後再做一個格式化 把那個 禮拜六禮拜天再做格式化 我這邊做一次給我按確定 OK 全部做完 有沒有 這個是2017的 106年的 OK 全部都做完了 不會好像太快了 再一次 2016的好了 按確定 它就是怎樣 自動幫我現在 把每個月的第1天先做完 然後再往下 往下 往下 不會好像少了一個 要還原格式 OK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程式怎麼寫出來的 其實這個因為程式比較複雜 所以提供給各位參考 我也把它貼到這邊 年曆這邊 其實總共 可以拆成四個段落程序來看 來這邊看好了 所以你可以把這一段貼過來 其實就可以walk了 裡面的話 總共 第一個 我剛剛怎麼樣輸出第一天的日期 這裡的話 需要有一個input box 那這個input box 是利用那個application的那個物件 那什麼叫application 實際上指的就是excel excel本身就是application物件 點 它裡面有一個方法叫input box 你就刮虎請輸入年份 然後type等於意思就是說 它只能輸入數字 它不能輸入數字以外的東西 所以你會發現 我剛剛執行 假如說我今天呢 有一些人 他很奇怪 明明是輸入年份 也不能說它奇怪 一般習慣是2015好了 可是呢 就會有人輸入什麼呢 輸入2015 那如果你這樣輸入的話 格式就錯了 按確定 但是這個input box很厲害 你如果不是輸入數字的話 它會出現什麼 不正確的數字 因為如果你輸入2015到這邊的話 後面全部都錯了 為什麼 因為這邊 excel裡面不能接受這種中文敘述 它看不懂 OK 所以為了要防呆 這個也要防呆 那我就用了一個什麼 其實這個可以學起來 2015 它的主要就是可以防止 它輸入數字以外的東西 那怎麼樣防止它輸入數字以外的東西 你就在這邊 type 冒號 等於1 也就是說呢 它只能夠輸入數字 OK 然後輸入完之後 再把這個結果 放到A2儲存格 那怎麼樣放A2儲存格 這個地方的話 用rangeA2 直到這個儲存格的位置 然後給它什麼 A 比如說我今天輸入20 假設15好了 那後面我需要是一個完整的日期 斜線1月1號 所以後面串接一個斜線1月1號 輸入之後的話呢 就會是一個日期 輸入就是一個日期 OK 那再來的話 產生每個月的第一天 那我用什麼 那我用這個叫date 所以這個date前面也用過 那相差幾個月 用m 好 跟什麼比呢 跟這個儲存格比 自動幫我輸出到後面 這個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看一下 自動產生每個月的第一天 然後再做什麼 產生底下日期 那產生底下日期 我是這樣寫的就是 for J J放在外面 J等於1到12 就是月份 然後for I等於3 為什麼從3呢 因為2已經有了 因為每個月的第一天都有了 我不需要從第二開始 從3到32 然後先產生一天 產生哪一天呢 跟上面相加 加一天之後 跟上面這個儲存格 幫我加一天之後 先放在D這個變數裡面 但是呢 可能要先判斷一下什麼 如果兩個月份不同的話 這個跟這個一樣 應該是相同的話 就輸出 如果不相同的話呢 就跳離回圈 就是用is it for來敘述 最後的話呢 就一個月份 一個月份 自動全部幫我跑完 跑完之後再做格式化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來在主行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自己看 因為這層是稍微比較複雜一些些 2017好了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我會先 這個應該先把資料先清空好了 這個地方 我先把這個原來的格式先清空好了 先還原格式 那裡面的話呢 再來跑一下 先輸入 他會跟我要一個年 2016好了 OK 然後這個時候 2016會丟給A A的話呢 會怎麼樣呢 會串接後面的日期 丟到哪裡 丟到1月1號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把它丟到1月1號 串接完之後 丟到1月1號 那各位可以發現 這邊有變動 OK 再來的話呢 就是每個月的第一天 每個月第一天 有沒有 第一天 上面的每個月的第一天都變動了 8月9月10月11月12月輸出 好 那就離開了 再來產生底下的每一天 OK 那就輸出 然後講流程大概是這樣 他會這邊1月2 2 有沒有 往下 一直變動 自動變動 也等於自動就輸出 每一個每一個 那他會怎麼跑 就是說 他跑到最下面的時候 會判斷就是說 是不是同個月份 如果不是同個月份的話 他就會把它刪掉 他就不會往下跑 就是is it fall 這個地方會有個is it fall 就跳離了 不會繼續往下跑 最後再做一個格式化 OK 就完成這個部分 程式稍微比較複雜 提供給各位參考一下 OK 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有興趣的同學 細節部分 自己再做做看 因為這個部分 難度是比較高的 可能對於各位現在的程度來說 應該還是有點距離 但是至少你知道 它是可以辦得到的 而且將來如果你要做一個 年度的排程 或者月份的排程 都可以利用類似的方式 那也許你中間在空一列 或者是空一個儲存格 那你可以做一些什麼什麼事情 好 那這樣的話 它可以全部自動幫你 完成你整個月份的資料 或者整年度的這個這個資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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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